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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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各位同心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很高興 我們各位還可以來參加這個 格基班法理研習會 那麼我今天的主題是要說 台灣租款地位探討 那麼 我所收集的這些資料 台灣是我們租書店所出的切 美國軍事占領下的台灣 台美關係關鍵報告 和台灣最終地位第一切第二切 包括新台灣論 新台灣論 有買的拿手我看看 很多都有買 這本是像現金 你一定要買 好 那麼從網站 還有網站 台灣民政府官網裡面的資料 還有自由時報電子報 台灣海外網 都可以搜尋到一些有關我們民政府的資料 好 那麼 我先 再 詳細的自我介紹我自己 我本身是平埔族 高平地區的 什麼族 平埔族 平埔族有十族 我是馬卡道族 馬英九卡在平教道那一族 好 那火車一來就撞死了 好 那麼 平埔族也是屬於原住民 原住民 不是只有高山 高山族那些他們是原住民 包括平埔族也是 好 那麼我曾經 很早就加入民進黨 那麼在高中時期 我們教官 就要我要加入國民黨 那我也不加入 還有到當兵的時候 葡萄長也一樣要我加入 那時候我是當憲兵 憲兵號稱 蔣介石總統的鐵衛隊 一定要是非常忠貞的分子 一定要身家調查 到他的阿公那一代 都是良民 沒有坐姦犯科 我才可以當憲兵 葡萄長也一直鼓勵我 叫我加入國民黨 因為你要加入 國民黨會特別照顧你 好比說 你沒有什麼專長 沒關係 他送你去受訓 好比說駕訓班 你去那邊受訓 我忘記幾個月 大概三個月 出來以後你就 從一兵就升下士 我們那時候薪水有記得我一個月三百塊 那你如果說受訓三個月回來 就升到百分之五十的訓練 變四百五 那時候四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記得加工區的女孩子 上班一個月才領六百到八百塊 好 那麼當兵本來就是義務的 他只是給你一些基本的 好像零用錢而已 所以 包括你如果不是學電子的 只要你加入國民黨 他也可以送你去什麼 電子通訊學校 回來以後也是升下士 奇怪就是因為我本身是本科的 學電子的 他不送我去 就是因為我沒有加入國民黨 就是這樣的 反而是什麼都不懂的 電子學的東西的那些 被他送去受訓 所以他就是國民黨用黨的利益 來把你抓住 然後用育民教育 把你教育成 把你是台灣人 教育成中國人 向中國效忠 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那麼我退伍以後 我還是對國民黨有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一直對國民黨 感覺到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不可以講台灣母親的話 或者阿嬤的話 一定要學他們 我現在講的這種北京話 而且他還是規定這個叫做國語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語 那你如果承認這個是國語 那你也就會是等於間接承認 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來講他們的國語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那一國的 我們是大日本國的台灣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想說我要怎麼來認清 國民黨是講真的還是講假的 他一直號稱說 中華民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是戰勝國 那日本是戰敗國 那我一直想方式 我要出國去看一下日本 那時候要出國沒有什麼管道 除非你去留學 你很會讀書大學以後 你要去美國留學去英國或加拿大 國座去留學 這是出國一個方式 第二個就是你是很好的人才 有外國的外商公司 要聘請你到國外 這一定要有外國的聘書 其他呢 就是去當商船的船員 那我們當兵的時候 我們就有幾個講好說 退伍以後就要去考船員訓練班 所以我們三個就只有我去考 考商 所以收訓四個月以後 我們用抽籤的 那時候我們都很希望能夠 抽到外商的船的公司 可是我就抽到我們的所謂國輪 中華民國 抽到那個公司叫做陽明海運 那我去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有這個陽明海運的前身 叫做什麼 招商局 原來這個是國輪 就是說中華民國還沒有敗退來台灣之前 上海就有那種招商局這家輪船公司 它是國營的 然後國共內戰 國民黨打敗戰後 他們就撤退來台灣 也有一部分的招商局的船 也跟著來到台灣 結果在1971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 他的代表已經 毛澤東代表進到聯合國 蔣介石的代表被驅逐出聯合國 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對話號稱 只要在全世界各個港口 有用招商局的船隻的那個船名 他通通要把它扣押 扣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 所以在台灣這邊的中華民國流行政務 趕快把他的招商局的大輪船那個煙囪 大部分都是會寫那個船的公司名字 或者那個還有那個顏色 等於是一個Mark一樣 趕快把他用油漆都刷掉 重新寫陽明海運 所以這個陽明海運是這樣來的 然後我抽到就不想去 然後去跟工資的經理交涉 那是工資的經理跟我說 你剛年輕 你剛退伍 那麼陽明海運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基本上都是跑日本 美國 一趟來回大概兩個多 你就回來台灣一次 你如果抽到外國公司 沒錯 搭飛機去外國接 可是一出去 簽約就是兩年 你兩年才能回來 那你兩年回來 你如果有女朋友可能病變了 父母親如果說生病 你也不能回來看他 我再想想好吧 那就 就進自家公司 所以我一在高雄接船三天後 到了日本 一到日本 一下船 搭上日本的公車 進到東京市區 沿路一看我就知道 確實以前國民黨都騙我們 因為打勝仗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非常落後 日本非常先進 街道很乾淨 人民很守法 很安靜 而且我車上邊一直有一個很奇怪 好像哪裡不對勁 我想了好久 原來他們的街道沒有按喇叭聲 但是差不多40年前我們台灣 能夠開車 開計程車 只要你是四輪的 好像老大 過十字路 啪啪啪啪 好像我車子比較大 我要先過 你們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你們都要讓我 非常吵 那時候台灣的交通非常吵 到日本 都沒有聲音 我想好久才被我想到 原來少了一個吵雜的喇叭聲 從這裡我就堅決地 就想盡辦法 要沿著國民黨 半島國民黨 一直到現在 這個革命尚未成功了 我們同心能虛努力 後來美利島雜誌社成立 我就買那個書來看 黨外雜誌我那時候很喜歡聽黨外的那些演講者演講 包括以前的康林翔 黃天甫他們 後來美利島事件發生 那更堅定的我一定要加入 如果將來有個政黨成立 我一定要加入 所以民進黨一成立 我馬上就加入 所以我也是身資深的民進黨黨員 那時候要加入 還沒有解嚴 所以朋友都勸我 我說 你笑的 那時候我剛結婚 小孩子還很小 還不會走路 還抱著 朋友說 你準備 妻兒要怕人家去 妻兒要準備 就是意思說我可能會被抓去關 那時候我還是部位手動 我說我一定要加入 因為有黨的力量 集合台灣人在一起的 團結的力量 才有可能扳倒國民黨 所以那時候民進黨有兩條路線 一個是街頭路線 一個是議會路線 街頭路線就經常是抗爭去遊行 所以那時候管區的幾年 經常到我家問 潘先生 你有沒有要去台北 就問我要不要去台北抗爭 我說我還在考慮 我就不故意不跟他講答案 可是民進黨很快就讓我失望 就是許馨良 他就要大膽蹊盡 然後施明德說要跟國民黨和解咖啡 要金馬撤軍 那時候我也搞不清楚 把金門馬祖當作是我們的 其實金馬要撤軍 照講以現在來講 這我們應該要撤軍 因為那不是我們的 大日本國的國土 那是中國的國土 不管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中華民國 那個跟我們是坎坎那 沒有關係 可是因為中華民國 有拜退來台灣 他只有鎖住金門跟馬祖 金門跟馬祖會鎖得住是因為 後來的指揮官的參謀 已經換日本的將軍來指揮 而且去鎖那邊的 都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軍 那一批人沒有打過敗仗 所以非常的勇猛 不像那些敗退來台灣的那些人 就是只要聽到共軍要打過來 他們就先跑了 先把這個土地騰空讓共軍進來 所以為什麼古林投戰役 為什麼會打勝仗 就是因為台灣軍去 從鳳山 那時候是孫一仁將軍 在當陸軍總司 所訓練的台灣軍 去到那邊 沒有打過派仗的 那個士氣非常高昂 不像那時候國公在打的時候 國民黨軍一聽到共軍要來 就先落跑 所以跑得很快才會跑到台灣 他們如果是長勝將軍 就不會跑到台灣 對不對 這個邏輯我們應該知道 好 民進黨讓我失望以後 我就很早去參加他們黨的活動 結果沒多久 又出現一個新的黨 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要獨立建國黨 一成立 我聽到這個我很高興 而且都是很高級的自治分子成立的 都是師自輩的 就是醫師 律師 建築師 還有精算師 老師 教師 教授 都是這種師自輩的 也有法師 所以我如果不加入我會難過 會難過 所以我一定很快就加入 一加入不到一年 這個組織都是高知識分子 第一任的那個黨主席叫做李正元 就是以前的台北醫學院的一個教授 然後他也是發起廢除刑法100條 結果因為民進黨嚇到了 這些黨的水準這麼高 都是師自輩的 那我們民進黨都是一般的販戶走職比較多 大概三分之二都是一般的工農群眾 所以他就想辦法滲透 他就說他要加入 他用民進黨黨員的名字 用一千位給他加入建國黨 等於是滲透進去把他稀釋 然後要求重新選舉幹部 結果就被執變掉了 一些幹部都被換掉 後來建國黨就慢慢衰落 衰退 等於說沒有什麼作為 被民進黨滲透把持了 所以民進黨為了他自己黨的利益 為了他的黨不被這個建國黨超越 所以他是只顧了他黨的利益 沒有想到台灣人的利益 他應該說兩個來配合 建國黨這些教授級 老師級 他們會寫文章 在包裝雜誌寫 或者去演講 這些屬於比較軟性的訴求 然後民進黨配合他的街頭路線 一個是理論 會講理論的這些教授 建國黨的人專門寫論述 然後民進黨來執行 來廣為宣傳 應該來配合 結果他為了他黨的生存 故意把建國黨等於消滅掉了 所以現在你聽不太到 有建國黨在做什麼活動 然後建國黨被消滅 所以我又消沉了 就好像有靈魂 沒有一個體讓我去附 所以我再到處遊蕩 有一天 因為我每天經常要從高雄開車到屏東 我的農場工作 都會經過中正路地下道 有一天因為高雄那時候在做捷運 2006年 結果坍塌下去 然後我就 我們就改左上面 左上面的時候 正好在高雄市五湖一路一號 看到這個旗子 我說 我說這個是美國的直銷公司 來台灣開分公司 我這樣開了快一個月 結果有一天我去醫院 替我爸爸拿那個慢簽的高血壓的藥 在等的時候 等拿藥的時候 看到自由時報 看到一個小廣告 還不大 說 上面也有這個旗子 應該是綠軍的 就注意看 它有電台 有頻率 每天 禮拜一到禮拜六的早上 10點到12點 有廣播 然後那個禮拜六 在五廟的黃溫市場 要辦演講 然後我就 然後要我收音機打開聽 講的論述 我還聽得滿新鮮的 好像很多沒有聽過 然後我就有興趣了 好 禮拜六晚上就去聽演講 原來就是我們秘書長 在高雄市 參加高雄市市長選舉 那時候他為了要推廣 台灣民政務這一套論述 告美國的這一套論述 所以他利用選舉 要廣為宣傳 然後我那個禮拜六我一聽 民主長是壓軸 前面半段是 那時候的國大議長叫做蘇南城 他講 也滿精彩 那麼蘇南城在今年的7月底 已經廣升了 他也是很好的人才 那麼 換民主長一次來講 那個氣勢就像2000年 陳水扁在參選2000年的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總統大選一樣 不過我那個氣勢講起來 滔滔雄辯 都不會冷場 不過我那時候要進場的時候 就發這個小氣勢 我那天 其實這樣聊得非常的興奮 本來我已經冷掉了 對政治已經冷掉了 從那天就被激熱起來 發燒39度 燒到今天還沒有退 燒到今天還沒有退 所以 那這個已經8年了 2006年的7月份到現在 已經滿8年多了 好 那麼我們來進入主題 我們台灣主前地位現況 我們再來稍微複習一下 我們台灣是在1945年的9月2號 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1號 命令蔣介石的部隊 代表盟軍來到台灣 接受日軍的投降 來佔領台灣 好 但是1949年 國共內戰 中華民國大敗退 他們來的那一次是武裝難民 武裝難民非法入侵台灣 一般難民就是只有 你到人家邊界 要進入別的國家的邊界 要請對方那個國家來政治庇護 你一定在那邊就被繳械了 不能把武器帶進去 可是那一次他們是整個槍 砲 船 艦 飛機都過來了 非法入侵台灣 這一次來了 受到麥克阿瑟將軍命令的 這個部隊來的這個是合法的 但是後面這個就是非法的 非法的武裝難民入侵台灣跟澎湖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說是一般難民來看 去年的8月26號 敘利亞難民在伊拉克 庫爾德斯坦地區的難民 這個是聯合國一個救難總署 UN就是聯合國 他們的救難總署 替敘利亞的難民所蓋的帳篷 這些難民營 非常簡陋 可是全世界最豪爽難民營 在北高兩次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大安的這個 這個是建國南北路的高架橋 右邊是大安森林公園 大安森林公園的東邊這邊 蓋了這個二三十層的這個豪華的公寓 以前大安森林公園就是難民營 那時候第一次我們台灣人替他們蓋的房子 是像日本時代的尖的黑 黑的烏瓦 過了三四十年就老舊了危險 就把那個地方拆掉 然後在這邊蓋新的大樓 來安置那些難民的難民 那你看看 他們說他們的爸爸都是軍人 都是來保衛台灣跟澎湖的 所以公在國家 所以國家要蓋房子給他住 還蓋兩次 同樣那個時期 如果說我們他來到台灣 也有把我們台灣人當作同等的人民 那是不是也應該蓋兩次房子 給我的爸爸媽媽他們住 沒有耶 連醫師都沒有 我爸媽媽的房子都是自己蓋的 自己花錢蓋的 他們說他們保衛台灣 同一時間你們在戰衛兵 在顧這個海防 說海防 但是我父母親在努力耕田 把那個稻米生產出來 交給你們這些部隊吃 如果我們父母親不耕田 不把這些稻米交出來 那你們這些軍人要吃什麼 這是等於說我們整個國家 就是一部大機器 每一個人像一個螺絲或者一個零件 各有各的功能 為什麼你們戰衛兵的就要 我們要蓋兩次房子給你們住 那我們父母親種田了沒有 如果當你們沒飯吃 三天我看你衛兵還站得住嗎 你一定躺著啦 躺在地上了 餓扁啦 所以這個就不公平 好 那這個是在走營 高雄走營 翠華路 你看 它後面那邊是狗帽 狗帽新村 我們也是很大的一個眷村 你看他們有萬品的草坪 他們的子弟小孩子可以在這邊玩 放風針 這是世界最豪華的難民營 好 2006年我們秘事長康美安 美國法府聯邦法院有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普遍承認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還生活在政治戀儀當中 台灣仍然在美軍佔領中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美國行政單位應該主動協助員告 就是協助我們台灣民政府 好 這個是 基本我們在複習一下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是 初級班沒上就 直接來上高級班 好 那麼你如果想要有這些資料 你如果帶那個隨身碟 可以到我們電腦組那邊 跟他要我這個簡報系統 好 那麼有關台灣地位的國際條約 或者法律或者宣言未接來做一個比較 最重要的是前面兩個 第一個 1895年4月17日 日本天皇跟大清的皇帝簽的下官條約 第二個就是1952年4月28號 有51個國家一起簽署的 舊金爭和平條約 這兩個都是國際條約 都是國與國 第二個舊金爭和約 還有51個國家簽署 所以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這是國際條約 然後才來這一個 台北合約 它的母約是舊金爭和約 那麼這個又稱日華合約 比如說日華台北合約 在1972年9月29日 因為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而失效 所以這個台北合約已經失效 這個台北合約是 在舊金爭和平條約生效那一天 在美國政府強烈主導 還有要求之下 要求日本政府要跟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流行政府來簽台北合約 而且要到8月5號 大概四個月以後 台北合約才可以生效 一定要在舊金爭和約 生效以後才簽 這個有玄機喔 那你看這個已經失效了 然後1979年1月1日 美國台灣關係法 它是在1979年4月10號訂立完成 然後追溯到1月1號 美國台灣關係法 這個是美國的國內法 它在訂這個台灣關係法的時候 沒有邀請台灣人去參與 而且要實施的時候 也沒有經過台灣人民同意 進行就才台灣實施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位階 這兩個最高 可是因為失效了 然後是變成這個是第三高 最後的才是1943年11月25號 開樓宣言 這個一般我們都講宣言 真正的叫做開樓新聞公報 它只是一個政治的主張跟訴求 並不具法律強制的效力 沒有以前上面這個你看都是法 或者是國具條約 這個都是條約 而這個只是國內法 那個這個只是一般我們報紙在 報的一個頭條而已 只是那時候三個巨頭 就是邱吉爾還有羅斯福還有蔣介石 那個蔣介石是被羅斯福設了一個戰略的框架 把他框住 因為那時候國共 不是國共 日本軍已經把整個中國的大半江山 我們日本黃軍把整個中國大半江山佔領 蔣介石敗退到四川重慶的悟都 去躲在那邊 然後私下派他的特使 他的密使去跟在中國的日本黃軍的指揮官 在密密協商要和談 要停戰 那麼羅斯福總統他們的情報系統 接到這個消息 所以就設了這個開樓會議 他說來 你蔣介石我把你稱為 四大五大強國之一的領袖 有沒有 中美英法蘇 這四大五大強國 你知道中國人愛面子 我蔣介石很高興 然後又說我提供你金錢 我提供你美國的物資 糧食 我還提供美國的武器給你 去跟日本打仗或者是跟共軍 毛澤東的解放軍來打仗 蔣介石想又有權力又有民生 又有武器又有糧食 我說好啊 他就真的跑到開樓來開會 其實是美國那時候的情報消息 怕他要跟日本和談 如果日本和談 日本黃金在中國有100多萬的部隊 的士兵 如果撤一班出來防守菲律賓 或者防守台灣或者琉球 那美軍要反攻 就要死傷非常慘重 所以美國寧願花一點錢 弄個這個開樓會議 來把蔣介石拿住 叫他不要和談也不要投降 是這個戰略 那麼這個開樓宣言 有些人說沒有牽制到底有沒有效 原來是有效 歐美的認識他們就是說 只要我講出去 講出口 大家握過手 就轉死了 但是後來為什麼會失效 就是1950年的6月25號 毛澤東已經佔領整個中國 然後他發動抗美援朝 南北韓戰爭開始 然後毛澤東派百萬的解放軍 去支援北朝鮮 所以那時候杜倫門總統 在兩天後在1950年6月27號 宣佈台灣海峽地位中立化 然後派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中 有兩個戰略的地方 就是說美國不希望解放軍來攻打台灣 或者也不希望蔣介石要反攻大陸 他不希望台灣也是變成一個戰地 因為美國沒有辦法同時打兩場戰爭 南北韓已經在大戰了 美軍從日本的部隊通通 大部分都調到南韓去支援 南韓去打北韓 那他不希望台灣又跟中國又打起來 他又要來防守台灣 所以他不希望兩面受敵 所以就只派地七艦隊巡邏 所以真正在把握台灣的是美國的地七艦隊 那麼會失效就是因為當時的開頭宣言 蔣介石他是代表當時的中國 有跟羅斯福總統保證說 戰後他不會向外擴張 但是毛澤東就沒有鎖住這個 所以從那個時候美國又開始說 他希望蔣介石來替他守護台灣 所以就開始有美元 那麼我們來分析台灣的主權 那麼日本是依照和平憲法第九條第二項的規定 而喪失國家交戰權 這個和平憲法就是 麥克拉社把日本的帝國憲法修改過後 所以後來簡稱和平憲法 而且不得主動旅行防衛台灣的義務 這個他只能被動的旅行 這個等於說日本也不可 沒有宣戰權的意思 這個國家交戰權 有人是把它翻譯說 日本沒有宣布交戰的這個權利 那麼美日安保條約是 日本在美國同意下得以被動旅行 他的國防方面之主權義務 作為防衛台灣之法源依據 美日安保條約有包括台灣跟澎湖 這個我們可以看 美日安保條約正是日本對台灣 尚保有主權義務之具體證據 美日安保體系之周邊有事 即台灣有事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麼日本有事就是美國有事 因為美日安保條約是 互相協防的一個條約 所以你美國出事情 日本也要去幫忙協防 那日本有事情一樣 美國也是要來協防 所以我們簡單的做一個結論 小姐 台灣的真正地位是 日本天皇首屬 美國軍事佔領 簡稱日屬 美戰 那我們再來看一些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有哪些法理的依據 還有一些跡象 我們可以從這些法理依據 或者跡象可以看到說 美軍確實在佔領台灣 因為很多人會說 我都沒有看到美軍 哪有美軍在佔領台灣 其實美軍都是有在台灣的一些重要基地 但是他們都穿便服 包括一些像新竹熱山的雷達站 或者一些監聽站 我們先來看 美國在台協會 在內湖蓋了一個新的館 我們來看它 它占地兩萬坪 差不多 台灣說差不多七塊塊 七塊塊一片多多片 發揮新台幣60億 這是全球最貴的 雖然不是最大 可是它是全球最貴 最大的是伊拉克 美國大使館 因為伊拉克那邊 他們回叫激進派 經常會用汽車炸彈攻擊 所以美國它有一個大使館 附地很大 建築物沒有很大 可是在中心位部 它有分內衛區 中衛區還有外衛區 那麼從大門要進來到建築物 彎彎曲去 它不會從直線的讓你直線加速 用汽車炸彈來炸 所以很大 那麼北京也前有花不少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台灣 它內部的建材全部由美國進口 而且施工也是美國的工人來台灣施工 在台灣的這些工人只做外圍 不重要的圍牆這種 而且你看它蓋的時候 它都用帆布把上面照起來 不讓你看到它地下室在做什麼 在安裝什麼設備 不讓你看 這是它的完工的鳥看圖 的示意圖 那麼它的租期是99年加99年 那是陳水扁當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美國就跟陳水扁透過他們那時候 叫福爾摩莎基金會所簽的 完工以後將進駐800 為海軍陸戰隊的隊員 這根本是一個新的總督府的架式 你可以看說 就像當時日本來 依據馬關條的 夏關條的 來到台灣 他們會蓋現在這個總統府 就是以前的日本時代的總督府 這個它其實是一個 東亞防衛通訊電站的指揮中心 為什麼它會那麼一直蓋 它時間一直拉長 它一直在增加新設備 這個租期99年加99年 這可以等於說是 永久佔領那塊地的 99年加99年快要200年 那200年滿了以後還可以續租 你看就好像那個 古巴的關大納摩灣一樣 那個美國的那個基地 也是跟古巴租99年加99年 好 那我們來看防疫性公投 阿扁在2004年的1月16號 宣布舉行防疫性公投 而公投的內容 事件要經過美方看過 為何不用給英國或者法國 等其他國家看過 唯獨只有一定要先讓美方看過 當時阿扁要舉行 對於統獨公投這一類的 都被美國不止 然後阿扁也滿聰明 他就在那個2004年的總統的時候 要3月24號總統大選 他就公投綁大選 可是他很聰明就是說 他用一個防疫性公投 用這個題目讓美國很難拒絕 因為我自己要防衛我們自己的台灣朋友 這個理由太震盪了 美國看一看也找不到理由阻止他 所以還是就讓他舉辦那次公投 可是美國配合國民黨 就沒有讓這個公投通過 就是各位看到這種跡象就知道 美國在後面在掌控台灣 這是因為美國佔領台灣的關係 那麼台灣有什麼困難發生災難 美軍就會來救援 我們在看2009年摩納克 爸爸風災 那時候馬英九通令各駐外使館 不接受外國救援 他說人來就好 錢來就好 人不用來 你看他多愛錢 所以現在祖義庫在給他個公 他受定心兩躍 現在在背不清楚 這個高趴的總統 那時候在命名18趴 說你18趴的總統 你要知所進退 你可以習總統 他自己高趴還不下去 他說如果高趴要習兩次 18趴要習他就要習兩次了對不對 你們這六年來給這個 先生爺爺做總統 你們有過比較好嗎 有比較好的牙手嗎 有比較好的牙手嗎 有你過比較好嗎 有比較好 有比較好 你摸起來 我是說如果有過比較好的牙手 我看你牙我看就標是你比較好 真的我們大家都過得很鬱鬱 對不對 這有原因我來講到的故事 來讓大家聽看看 有那個美國區這個 有一個選為外科手術的國際研討會 沒有時候有咖啡時間 有三個國家的人 這會在喝咖啡在開工 一個日本人 一個台灣人 一個美國人 那些日本人 這個醫生 就起來說 我們在十年前 我們有一個五歲的小孩 一個地下鐵捷運 不然我們抱到那個捷運 把鞋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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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 我們用選為手術 把它接好 那個小孩完之後 十五歲十年後 參加世界鋼琴比賽 到冠軍 標誌她的手接得很好對不對 做靈活 現在就換美國 那個有什麼 我也有一個十歲的小孩 那個車撞著 都在腳上的 截肢 我們用鴕鳥的腳抬起 移植起 十年後她參加奧英比賽也到冠軍 照表到冠軍 現在兩個 以前就說了要等台灣看 要怎麼臭味 台灣這個手腳 怎麼有什麼 我們二十年前 我們有一個四十歲的 中壯年人 撞著頭皮 腦筋都噴出來 我們用鴕鳥的腦 鴕鳥跟鴕鳥 鴕鳥跟鴕鳥 他在台灣做總統 這就是這樣 我們的困難 我們的艱苦 用鴕鳥在我們灌 灌到噗噗噗噗噗 好 現在連鴕鳥就不是 他現在沒有用鴕鳥 他現在沒有用鴕鳥在抬鴕 他說鴕鳥 鴕鳥說一鴕鳥 鴕鳥的鴕鳥 結果他唱現在一個生鴕鳥在抬鴕 毛治鴕 有沒有 他沒有用鴕鳥在抬鴕 連鴕鳥都不是 他現在用毛在治鴕 所以我們很可憐 台灣人很可憐 一年來就好 人不用來 他為什麼要 照這個區域 要給中國解放進來 這如果有進來 哇 請神容易 眾神就來 又來就關不照了 我們就再去慘 有一個麻煙苦就很慘 還有解放進去 我們就不放心了 好 但是那時候美國 知道我 那個麻煙苦這個做法 他是用國防部 介入 國防部是派軍機軍艦 運送救援物資來台灣 而且那時候跟 中國民國說 我美國 美國要去幫你們救災 那麼你們的救難單位 跟我的對國單位 是美國國防部 很奇怪 我常說國防部會紅 因為美國過去 如果外國在發生第一黨 還是水災 還是風災 災難天災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美國救難總署 這個單位 出去在救 這次怎麼會台灣發生水災 是國防部的軍方在主導 怎麼會不是美國救難總署 就是因為我們是美國軍事 尖而已 美軍尖而已 所以美國國防部要派軍機 比較訓練 來看 我那時候由琉球 這個西洋山洞 綠四型運輸機 這很多車 這北斗裡面的鐵 建車 這裝甲車都可以由 在那支部的表情拋出來 我 因為我剛才在 丟支部一個散訊的地方 我那時候 中美還沒有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 跟美國還沒有斷交 那時候美軍不喜歡 參加我們的演習 那時候 那時候 建車 由他在丟支那裡跳下去 不是跳下去 他用 我們的 那個 那支拖曳傘 那種 那些 我們 軍人的跳傘 那些山 不太大 但是這種 要把建車拆出來 只要先山放出去 那山是開 開這樣 我們現在跳出來開這樣 那是開這樣 那是開這樣 那每個山是 一般的山 差不多四杯 但是又三個 哇 那山很大小 你看那山出來 建車就又拆出來了 那種通常理頭到 差不多五十公車館 所以就這樣 蹦一下 我們在旁邊 都有感覺整個小地盤 因為我做的都在那裡 我也是木桶 我也是木桶 所以那時候的 歷史前 運輸計 我就看他們的 拆建車 這次他們是 佔一些防水材料 因為那時候沒有 房子都要掃盤 或是整個掛掉 所以你要蓋一個建議 防水的腳步崩潰 這樣 人比在裡面 不會那麼多 不然這樣 那時候他們的超級種馬 這種的 來我們台南的外海 天陸的台南外海 來釣一些這個 爐頭雞 雙雙 雙雙雙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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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在爐爐 在來釣去那裡 那些那裡 那時候 小林村 妹村 小林村 它就是 西拉雅的資族 叫做大滿族 那裡買的 台北 你會想 有這裡可以印證 美國就是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23條約 台灣的主要軍事佔領全國 它是主要的 那麼中華民國 在那裡的滅亡進行 是次要佔領全國 它是次要的 主要的 主要是美國 台灣的主要 軍事佔領全國 所以 中華民國應該就是 譬如 美國和委託 代替盟軍 現在在接管台灣 這樣而已 所以沒有任何條約 要給台灣和平條 過付給中華民國 沒有 沒有這種條約 好 那麼軍事佔領全國 可以隨意出入他國的領土嗎 不可以 你如果侵入領海 侵入領空 就會被飛艦打下來 那一年前 那個 土耳其的一架軍機 疑似 那疑似 進入虛利亞的領海領空 就被虛利亞的飛彈射下來 所以你看 剛剛我們看的這些軍機 包括這些船艦 他要進來台灣不用 中華民國國安部統議 這是我們家 我是處處 我要回我們家 看一下 我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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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派 我要回家修理 所以中華民國 不可以阻止主人要回來 好 那麼 他 2012年5月20號 美國軍機再次降落在台灣 但是這次 他是軍用的行政專機 POIN 737 改裝了美國空軍的C-40行政專機 那裡面是在哪些人 就是在美國派 擔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羅斯雷霆 說我當機 他率領國會議員來台灣 祝賀馬英九 連任台灣治理當局局長的登機典禮 台灣治理當局的局長 所以不是在選總統 現在在選局長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所以他們不是在選總統 他們是在選 美國台灣關係法裡面所說的 台灣治理當局的局長 而且你看很好玩 那天的登機大點是早上10點 可是他們下午才來 我們如果辦理事室 嫁娶娶媳婦 嫁娶娶兒 我們如果請中頭的 客人說駕駛比較來 或是駕駛比較來 標示他 沒什麼在跟我們信我們這個朋友 那美國是認為說 你今天就是我的小孩 你是我派來這裡做總經理的 所以駕駛比較來 好 那麼2001億年的3億日本跌倒 發生福島核災 美國他第三個十八撤僑來台灣 那時候中國最先撤僑回他們中國 法國也撤僑回歐洲本土 有一部分是撤到韓國 那麼你看他們美國要撤退 怎麼沒有撤退去夏威夷州 或者是關島 反而撤到台灣 而且他到台灣機場 前一天美國AIT 這你看他背心是誰AIT 美國在台協會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到機場來支援 而且宣布所有的美國簽證停止 這些人員都來到桃園機場 來替他們的主人龍 來驗證他的一些證件 讓這些美國的僑民 進到台灣來避難 他們 你看為什麼美國在台協會 在這邊驗證他們的這些證件 而中華民國的海關靠邊站 這很奇怪 我們看美方禁置台灣機場自設海關 那麼海關是一個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你一般我們以前我們要去美國 一定要在美國在台協會 或者以前的美國大使館去申請美國簽證 有那個美國簽證 配合你所拿的護照 到美國以後 進入他們的海關 在驗的時候 一看你有美簽 就可以讓你進去 這是一個合法程序 所以海關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 那麼流氓政府的海關 台灣欲握有 注意你看我寫非擁有 欲握有 台灣主權的美國 無權對上司執行管轄權 這個握有非擁有 有一個說法就是 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到超商去買一瓶礦泉水 你從架子上一拿上來 你是不是握有 可是還沒有擁有 因為你還沒有繳錢 你一定要到櫃台把錢付 那時候你就真的叫做擁有 因為你付了代價 已經交換了 那時候你才是擁有 那麼現在流氓政府的海關 流氓政府無權對上司執行管轄權 為什麼握有非擁有 就是台灣跟澎湖因為戰爭的關係 日本去驅襲珍珠港 還有一路下來打到戰爭結束 美國死了很多大兵 飛機被打下來 船艦被打乘 這些日本要賠啊 你日本莫名其妙為什麼來打我 也就是說好比說我們開車 不小心撞到前面那部車 前面那個是無辜的 後面的這個要不要賠 一定要賠嘛 好 如果沒錢賠 先把你的車子扣押 抵押下來 台灣跟澎湖就是等於說 因為日本那時候戰敗以後 百費殆薪 也沒有錢可以來付賠償費 所以就把台灣跟澎湖 好像是所有權杖一樣 抵押在美國手上 但是沒有過戶喔 等於說台灣澎湖的所有權杖 暫時被美國握有 但是還沒有過戶 所以他還不是擁有 等於是只有抵押在美國手上 這點要搞清楚 如果我們母國日本有錢 可以依照琉球模式付錢 來把台灣跟澎湖輸回去 那麼在還沒有輸回去之前 美國要把台灣保護好 不要被別的國家強制搶走 所以我們來看 主人隨時要回來台灣 中華民國這個看門口 無權審查主人對不對 就好像我們要回到我們自己的家 到我們家門口 我們自己的鑰匙拿來 就要開門進去 不用問我們養的那隻狗 狗狗說狗狗我要進去可不可以 不用問嘛 對不對 所以美軍隨時要進來 他都可以進來 不用你中華民國同意 好 我們再來看 2011年10月29號 美國的空中加油機 KCE35 降落在台灣松山空軍基地內幕 這隻又肥又大 那個加油機很大很重 結果他來 記者去問他 你們來台灣做什麼 他跟他說 因為我們美國在台協會 官員的小孩子生病 一個小嬰兒生病 我們要用這架飛機 給他載到日本去醫療 一個小孩子生病 我們的臺大 我們的榮總 難道這些醫師 都不會看小兒科的病嗎 還要發這麼大一部 那個空軍的那個加油機來 其實這個有內幕 這好像說小孩子生病 我們一個嬰兒生病 我們開了一部遊覽車 要來把他載去醫院 才有這麼陰 原來他是來測試松山機場 這個跑道 這個基地的跑道 夠不夠耐用 萬一 這個 中共要打台灣 那美國要來遲緣 他需要用剛剛那個西腰山洞的 綠四型運輸機 再用重裝武器 重型武器 在松山基地降落 那他故意用這架飛機裡面裝滿油 來測試這個松山基地 他如果那麼重 降落的時候跑道 承載力怎麼樣 還有他跑道的強度 長度夠不夠 他降落的時候 停不停得住 而且很奇怪 一般飛機你要降落的時候 是要逆風 他的 沙特的那個痕跡才會 那個距離才會比較短 因為有風阻 這樣降落才不會去撞牆 因為松山旁邊大部分都是用圍牆圍起來 好 他故意順風降落 他是順風降落 讓風從後面再推 他可以推好幾十公尺 他就要測試這個參數 我在最壞的狀況下 多長的距離我可以停住 而且起飛的時候 照講也要逆風起飛 他才可以比較快升力 提升升力 他也是故意順風起飛 他就要測試有多遠的距離 我這麼重的飛機才會起來 他在抓這個降落跟起飛的這個 數據的參數 是這個 好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第二條 B-6還有它的C規定 維持美國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 或者使用其他方式 或者高壓手段 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這一條很多人說 這一條就是在保衛台灣 沒有錯 是保衛台灣 但是台灣上面 住了兩個不同國家的人 一個大日本本土台灣人 另外是有一部分 是中國的逃亡到台灣的難民 這兩個國籍不一樣 等於是兩個國家住在這裡 所以台灣關係法 把握到兩個國家的人民 一個是中國的難民 一個大日本國的台灣人 那麼我們秘書長常講 我們要回到歷史原點 回到舊金安和平條約 因為舊金安和平條約在1952年4月28號生效 那台灣關係法是大概在快30年 28年以後才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之前的舊金安和平條約 它是保護本土的台灣人 大日本國的台灣人 那時候上面沒有講到說保護中國人 因為裡面的英文一個是 People of Taiwan 台灣關係法講的是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在台灣上面的人 都受到美國保護 這條是等於說美軍護台的法律依據 這個護台就只要你是住在台灣上面的這些人 都受到美國保護 這是美國是台灣澎湖的主要佔領全國的權力 還有它也是要有義務來保護 好 1996年台海發生危機 美國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來介護台灣 那是美國總統克林頓 他是依照台灣關係法就是剛剛那一條 他才有權派的兵 注意說他是依台灣關係法 依法派兵 如果他不派兵來保護 他就堵職 會被受法律的制裁 就是堵職 那麼當時候為什麼發生台海危機 就是1996年李登輝跟彭明銘教授 他們在進展那一次的第一次民選總統 之前都是國大代表在選 那是第一次開放給所有的人 你只要滿20歲都可以去投票 那時候就是從1995年開始李登輝就在講兩國論 而且他又去美國的母校康乃爾大學去演講 講這個兩國論 推廣兩國論 中國就非常不高興 你記得那時候 中國的總理叫做朱鎔基 他在電視台那種滿人 跟他爸媽在講 台灣人看到那一幕 幾百歲了 所以很多票都投給李登輝 所以那次李登輝拿到54%的選票 所以後來中國就學乖了 越罵 越表現得 就是要爬爬地這樣 台灣人不吃這一套 那麼那一次飛彈危機就是 中國他劃定基隆外海一個區域 還有高雄港外海一個區域 叫做靜置區 所有的船 飛機都不可以經過那裡 因為他要試射他的導彈 這等於是封鎖台灣兩個最重要的 輸出入港口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電子產品 或者五金機械要出口 大概都從這兩個出口 而且我們台灣的糧食 也大部分從這兩個港口輸入 台灣那時候糧食的自舉率 只有32%到34% 就看你豐收的話 就可以到30% 牽收就32% 那就等於說他給我們豐收以後 我們自己的占備糧 大概有六個月可以吃 超過這六個月不能進口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的糧食 我們自己生產只有三分之一 等於說我們一天吃三餐 變成只能一天吃一餐 吃一餐就會出問題了 我們自己國內的人 可能就為了搶糧食 就內戰了 就內亂了 所以這是滿危險的 所以那次台海危機 美國克林頓他們的那些聯盟參與會議 就認為說可能會擦江走火 所以我們要預先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守護台灣 美國如果開一艘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到那個國家的周邊 就是警告的意味 如果派兩艘出去 代表說要發生戰爭了 要打沒關係 你阿公如果要打我美國應付 可是這個要派這個要花很多錢 你看這個96年台海危機 每兩艘航母艦戰鬥群市井 這不是來郊遊 那很花錢的 美國是常勁人 台灣治理當局的總統 不論是梁蔣 或者是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都要看美國臉色 美國對台灣當局說三道四 什麼都美國說了才算 我們看20000阿扁第一次選上總統 520就職演說的四步一沒有 為什麼會講四步一沒有 就是因為做到美國操控指導 他才會說四步一沒有 他的就職演說還要送給美國看 美國要跟他修改 不適當的把他修改 那為什麼會說四步一沒有 一定是後面美國在操控 因為所有的 我看所有的總統就職演說 他一定講願景 我當前我上台以後 我今天開始就職 我就讓柯文哲前天就職 他說我要讓台北改變台北 讓台北是一個適合人居住的先進的 智慧的城市 一定要有願景 我上來一定讓你們 很好做均衡 起碼讓你們幸福快樂 哪有人說起來 我這個不要做 我這個不要做 所以我們那時候我們這些獨派 本來很高興在等 看他講什麼講演講 結果聽完我都到誰了 有夠失望 對不對 有夠用功的 怎麼有這個總統講這種演講 說四步一沒有 我們來看他講什麼四步 好來 他說第一個 不宣布台灣獨立 第二個 兩國論不入線 就1996年飛彈危機的後遺症 美國就逼你 你不可以講兩國論 不舉行統獨公投 好 第四個 不變更國號 現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這個國號不變更 而且第五個 就是說沒有會統一綱領 或者國統會 國統會就是國家統一委員會 的問題 你看他說 不不不不 那是選一個磅壁總統 黨都不要做 不然選你要做什麼 我們這樣公共 他就更加 更加要死 建議說他起來這也不做 那也不做 我們特派的希望 他看來的時候宣布台灣獨立 他說不宣布台灣獨立 我們一聲我就 先軟腳一半 再說我們就倒閉 那時候不知道台灣民政部 我們秘書長 秘書長這一套論述 以為台灣要走自己的路 要台灣獨立建國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國家 我們就是大日本國 我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嬤都是日本人 我那時候都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我爸爸媽媽日本人 娶日本人 怎麼生我變成一個中國豬出來 奇怪 奇怪 那麼我們繼續講 所以從這裡就看 美國是常勁人 他躲在後面在指揮 中華民國是白手套 他來指揮台灣人要怎麼做 好 委任占領的授權書 我們來看 在1979年之前 美國還承認流亡的中華民國 但是1979年1月1號 美國與流亡的中華民國斷交 那麼這一段 美國國會趕快要制定一個台灣關係法 來代替麥克阿瑟一般民領第一號 但是台灣關係法的本質也是 代理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授權書 台灣關係法是這樣的 好 那麼在台灣關係法裡面稱的 台灣治理當局就是中華民國的意思 但是已經斷交 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 所以你不可以再稱之為中華民國 只能說台灣治理當局 但是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 繼續統治台灣 包括李登輝或者陳水扁 他都是流亡政府的台灣治理當局局長 不是總統 好 那麼2008年 年初 玉山四號政經兵推 阿扁總統邀請馬英九 那時候馬英九已經選上了還沒有就職 馬英九拒絕 但是美國再來協會的處長楊舒立 與美軍關聯 卻已經坐了雲爆裝甲車 進入紅山指揮所觀察 好 你注意看 我們這個紅山指揮所在弄這個玉山四號政經兵推 這是非常高階的政經兵推 紅山指揮所是我們最高的指揮所 好 那麼這麼重要的政經兵推 為什麼美軍的觀念可以進去 為什麼沒有其他國家 法國的軍官 或者是英國的軍官 或者俄羅斯軍官 來橫山指揮所觀察 其實這個美軍軍官 我這邊寫觀察 是給中華民國一個面子 其實根本就是視察 美軍軍官到紅山的最高指揮所來視察 視察就是上級指導單位來看你兵推推得好不好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看到說 美國什麼都是在管台灣 美軍就是因為他是佔領軍 台灣這邊是被佔領 所以什麼事都要受到美國的節制 那麼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軍事武器 我們來看 你看這個2002年的漢官28號演習 本來這個戰車前面都有 戴一個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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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好這個也是 但是依稀可見有沒有 依稀可見 好這個也是依稀可見這個直升機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 跟這個美國自己他們國務院自己說的 恐怖組織三藥艦 第一個不是國家 第二個擁有武器 第三個在當地爭兵 好賓拉登開打組織他不是國家 賓拉登開打組織擁有武器 賓拉登開打組織利用他的伊斯蘭回教的教育 吸引那些激進的人民 那個當地的人民來跟他一起當兵 進入開打組織 來接受開打組織的訓練 所以賓拉登是恐怖組織 好那我們把中華民國套進去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擁有武器 還是你美國賣給他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澎湖叫我們台灣人去當兵 叫我們被佔領的人民去當佔領軍 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 美軍當時去共戰琉球群島的時候 去佔領的時候 有沒有叫琉球的日本人民去當美軍 沒有嘛 因為這個效忠就 邏輯就錯亂 因為兩個是交戰國家 日本人民被打敗 你叫日本來當美軍 發美式武器給他 日本人決定拿美式武器 打你美軍 包括2003年 美軍去攻打伊拉克 佔領伊拉克以後 也沒有叫伊拉克的人民來當美軍 因為效忠問題嘛 你們是敵隊 拿槍在互相射擊的 你叫他來當美軍 伊拉克的人拿了美式的裝備武器 一定是給你反擊 所以這個邏輯不同 所以中華民國就是恐怖組織 所以我們秘事長就跟美國反應 這樣是違法國際戰爭法 而且它是恐怖組織 所以美國才下令 我們看這個 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軍事武器 是這樣的 那我們再來看 在陳水扁卸任之前 曾經試射飛彈 馬上引起美國的關切 一直到2011年的5月份 一個最新的國防經營才發布這個報導 陳水扁卸任在信任前 一兩個月曾下令 試射一枚中程飛彈 但立即引起美方關切 一名美國國會的關聯 特別附台灣的國防部查證 其實這裡照講不可以講台灣 我們都習慣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這是他們中央社的記者寫的 我們只能這樣照燈 前往國防部長蔡明憲說 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感到關鍵 那個資政官員隔桌就到他的辦公室 問他有沒有試射飛彈 蔡明憲回答有 只是試射也尚未生產 他同時還向美國的資政官員保證 台灣的飛彈只是用來防衛而不是攻擊 這個很矛盾 你說你發明了一個長矛飛彈 來減減 你跟他說我這個只是好看的而已 我沒有要拿去射人家 這是矛盾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衛不是嗎 你還要跟他保證說 我只是防衛不是攻擊的 花了那麼多錢 這一個都要幾百萬 你看為什麼還要跟他保證 表示美國是上級單位 保證我不會亂來 我只是防衛台灣 我不會主動去攻擊 好 那麼說到美國管制金屬武器發展的國家 有韓國 日本 台灣 要這麼多 你把這三個加起來就是大日本敵國 對不對 台灣以前澎湖也是日本總督在管 韓國一樣 你看 等一下可能還有一個地圖可以看到 那時候大日本帝國的範圍有多大 有機會應該講得到 那時候美國管制哪些內容 來我們看一下 飛彈的射程 剛剛講到了 連中華民國中科院研究出來的飛彈 它的射程要多遠的受到管制 一樣韓國 以前韓國的飛彈被美軍控制說 你只能坐300公里的射程 一直到兩年前有一個叫 韓國有一艘船叫天安艦 莫名其妙不知道被誰用魚雷炸成 從那時候美國就才開放說 你的飛彈可以做射程800公里 但是那個800公里的 你彈頭只能裝300公斤的重量的彈頭 那你如果說做短一點的 500公里的射程的 那你可以裝大一點的彈頭500公斤 500公里的裝500公斤 那更遠的800公里的彈頭 只能做比較小的300公斤 然後飛彈射程包括飛彈的彈頭的重量 都被美國設定限制 好 第二個 核武的研製 正好你看這三個國家都有製造核子武器 核彈的能力 中華民國蔣介石 蔣經國還沒死的時候 他對外宣稱不製作核子彈 但是私底下花了很多精力 很多錢在中科院 包括清華大學 他們都在研發核子彈 在快要成功的時候 有一個張憲義 美國吸收的CIA的情報特工人員 他做到中科院核員所的副首長 在核彈快成功之前 他收集這些資料 在美國的保護之下 飛到美國 把這些資料提供給美國 美國隔一個禮拜 就配合聯合國的核子安全的這些人員 到台灣來把中科院 還有清華大學的這些核子環印爐都把它拆掉 把儀器設備都拆走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美國不去北洋平壤 去把北洋的核設置儀器設備拆走 為什麼伊朗核能研究的這些儀器設備 美國不會去把它拆走 原因就是台灣的被美軍佔領 所以什麼都是美軍在管理 你一違規被發現 美國就直接進來干涉 包括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現在韓國本來在今年的四月份 之前兩年 大概四年前 美軍就跟韓軍的將領有寫一個協定 準備在今年的四月份 就要把韓國戰爭時候的指揮權 完全交給韓國軍 之前平常的使手都是韓國的指揮官 在指揮一般的平時的演習 但是如果真的南北韓打仗的時候 就是美國的指揮官起來指揮美韓聯軍 發生天安件事件以後 還有一個叫沿平島砲擊事件以後 韓國的軍方主動跟美方要求說 我們在延後移交韓國軍暫時的指揮權 還是繼續讓美軍在領導 包括台灣也是 台灣我在初級班有講說 台灣的陸海空這三軍的司令部要裁撤 只剩下指揮部 那有些來發號司令 就是美國在夏威夷州的譚香山 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來發號司令 這個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受軍事發展的國家 這三個就是大日本帝國 美國就是要壓制 不要讓大日本帝國又復興又強壯起來 因為全世界有能力攻打美國的 就只有日本帝國 所以他故意把日本 只能保有日本四大島 把台灣跟韓國都區隔在日本的掌控之外 他不想再讓日本強壯起來 可是現在局勢在改變 安倍近安為什麼美國這麼支持他 而且也要讓他修改憲法 修改他的集體安保 那個自衛權 那麼現在局勢在變就是因為 以前季辛吉他的策略就是說 然後尼克森政府跟中國有破冰之旅 那時候因為蘇聯非常強大 那美國希望聯合吃藥敵人來圍堵或者打擊主要敵人蘇聯 所以聯合了中國 所以要跟中國建交 所以那時候有乒乓球外交 破冰之旅這個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跟中共聯合起來以後 削弱那個蘇聯的 等於說蘇聯必須派重兵在中蘇邊境 等於說牽制住了蘇聯的軍隊往外擴張 派更多到其他國家去 那麼這個策略也算是成功 因為後來到1990年的時候蘇聯就解體了 後來蘇聯解體只剩在俄羅斯 可是俄羅斯已經不太成氣候 包括最近因為烏克蘭要投靠歐盟 然後蘇聯發動克里米亞也是獨立 然後加入俄羅斯聯邦 聯邦 那麼這也惹惱了美國跟歐盟 所以他們開始用經濟制裁 包括用石油制裁 現在俄羅斯也滿慘的 它的蘆布貶值一半 那麼有可能如果說繼續這樣下去 俄羅斯可能也有在 不知道再分解成幾個國家 會跟蘇聯解體一樣 當時基辛吉跟尼克森他們戰略就是說 先跟中國建交以後 然後開始可以跟它正常化 也可以進去投資 所以在1979年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去跟毛澤東他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以後 這個情況 然後再加上 又配合那時候鄧小平 先讓原來的城市 可以開放改革 然後開始走往 民主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的這條路 結果一直到現在 在經濟上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得很不錯 所以它有賺到錢 就可以把很多的預算撥到解放軍這邊 去發展它的軍工產業 而且它利用網路時代 可以到全世界各國的軍工的研究單位 去拖一些機密 以前你要派監禮 還要真的人去那邊先流血 然後臥底 然後進入哪一個大公司 然後可以進入他們的研究室 實驗室 要拖東西拖技術 拖文件很困難 現在直接駭客 在中國解放軍 他們在北京也好 在上海 他們有一些駭客基地 直接在他國內打打電腦 就可以偷取一些東西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發展的 什麼殲20隱形戰機 長得跟美國的F22非常像 那就是網路駭客偷的 為什麼中共打金門古林頭戰役 為什麼會打敗仗 剛剛我大概講了一下 因為那時候蔣介石 拜退來台灣以後 那時候蔣介石是最早是黃埔軍校的校長 周恩來是黃埔軍校的教務長 那麼為什麼會成立黃埔軍校 這個黃埔軍校是蘇聯他支援 他花錢而且提供武器成立了學校 所以難怪說台灣的黃埔軍校 他們有些跑到中國去 跟共軍拔九元灣 而且他們會說 國軍 共軍都是中國軍 他們都是同一個學校 黃埔軍校出來的 那麼為什麼國共內戰會 國民黨兵敗如山倒 我們都是同一個軍校出來 你有什麼能耐 你有什麼把戲 你有什麼戰略我都知道 所以蔣介石後來逃到來台灣以後 他痛定是說 不可以再用黃埔軍校那一套的戰術 所以他就邀請 那時候在東北的關東軍的將領 叫做根本伯將軍 他是跟共產黨軍有交所過 而且都打勝仗 去邀請他 包括請他以前的那些幕僚參謀人員 一起變裝來到台灣 而且非常低調 改穿中華民國國軍的衣服 而且改漢名字 他根本沒有將軍 他來到台灣 蔣介石給他一個名字叫做 林本源 那麼指揮官 參謀官已經變了 而且部隊 台灣軍 所以共軍的葉飛 他認為說 我要拿金門馬祖 這個彈籃之地 好像倒定泥乾 不知道一來吃大虧 這段就大概講到這裡 會打敗的仗就是 指揮官換日本將軍 士兵和台灣軍 那些老鴨子都屁屁說 躲到後面去 都是台灣軍出去巡查 通訊的電線有沒有被破壞掉 他們是國共列戰 可是國共列戰 我們台灣軍就被捲入了 為什麼中共只敢打金馬 不敢打台澎 因為打金馬是國共列戰 你如果來打台灣跟澎湖 這是國際戰爭 是中國侵略日本 所以毛澤東頭腦清楚了很 照講你要拿台灣 第一個一定要先把澎湖打下來 那為什麼他不來打澎湖 澎湖很難很好打 沒有高山 峻嶺 沒有好的防護設施 很容易拿 可是他就是不敢打 而且823炮戰 為什麼後來打到單打雙不打 這毛澤東後來想通了 我幹嘛要拿金馬 我把他留著 就好像兩隻手把台灣抱住 讓台灣跑不掉 因為我們常常講台澎金馬 你這四個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把台灣也綁在一起 你如果把台澎 你如果把金門馬祖拿走了以後 就是台澎 他的真的是獨立出來 就很明顯 那時候台灣人就 被拿走好像美國也不怎麼樣 因為台灣關係法保護的只是台灣跟澎湖 沒有保護到金馬 你要搞清楚 為什麼寫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不是寫金馬台澎關係法 就是美國只承認台灣跟澎湖 還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金門馬祖不是 金門馬祖是國共內戰 還沒有結束的一個小小的象徵 你如果打台澎就變成國際戰爭了 那麼被佔領區的國王是由佔領軍負責 所以台灣跟澎湖我們是被佔領區 那我們佔領區的國王是佔領軍美國要負責 所以為什麼台灣1996年台海危機 美軍馬上要出動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要來負責台灣澎湖的安全 原因是在這裡 那麼蔣介石在台灣你看他都穿軍裝 在重要的慶典會議就職都穿軍裝 因為他知道他是帶領美國軍政府來佔領台灣 他是美國軍政府的代表 所以他都要穿軍裝 你在台灣有看過蔣介石穿西裝嗎 有沒有看過 都沒有 好 我們來看 這是1960年6月18號 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台灣 蔣中正到松山機場迎接 你看他穿軍裝 他的老闆穿西裝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 好 那其實蔣介石有穿過西裝沒錯 來 我們來看 他在1949年7月他去訪問菲律賓 跟那個那時候總統叫吉利諾 穿西裝有沒有 打領帶有沒有 而且他去韓國 去訪問韓國的時候 跟李承晚見面的時候也是穿西裝 但是我那個照片我還沒有找到 有找到 可是我沒有把它download下來 後來要找 搶到要download的時候 又不知道從哪裡找 有空我會再繼續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自製帶領美國軍政府來佔領台灣 所以他就穿軍裝 好 我們來做一個小的結論 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一切依法行事 美國總統受國會還有司法部門的監督 不敢違法 你如果不依法行事 依台灣關係法 或者依舊金拉河邊條約 那他等於賭職 他會受到司法部門的追究 好 國際社會都了解台灣的真正地位 只有我們本土台灣人 像井底之蛙被蒙在谷裡 搞不清楚狀況 一直在喊有一派人強烈的說要台灣獨立建國 我講過我們不是沒有國家 我們已經早就有國家 我們是大日本國 以上總統跡象證明 美國一直在管轄治理台灣 美軍從未離開台灣一直在佔領中 只是他們都因為1979年跟中共簽建交公報 那時候的條件就是說美軍要撤離台灣 所以美軍就從青天岡撤軍 然後其實還留一些穿便服的在雷達站 在監聽站 繼續在監聽中共那邊的動靜 雷達在搜索保護台灣 雷達一搜索到有工軍有異常的動作 因為在我們新竹樂山最新的雷達基地 原來阿北那時候是花300億的預算要蓋 結果後來2008年馬英九當選流行總統 美國發現這情況嚴重 那個雷達站要多裝一些保密的設施 房屋設施 所以又增加了大概100億的預算 所以又花了快400億 那個理論講是中華民國花錢蓋的 中華民國花的錢就是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繳稅的錢 結果是美軍在用 美軍拿到的那些資料 它是鏈接到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總指令部 還有鏈接到琉球的指揮部 那要不要把資料給中華民國空軍了解知道 那要看美國高不高興 或者認為這不重要就讓你分享一些給你 好 那麼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明天繼續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